中国企业新闻观察网娱乐讯 阿娇与爱红国的婚礼 将于12月20日在香港奸杀罪举行 有网友晒出一次婚礼场地的视频称 有媒体去到位于酒店八层的婚礼场地 发现会场正在紧张布置中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现场以白色为主色调非常小清新 阿娇和爱红国登记 结婚12月18日 阿娇和老公爱红国 在香港进行结婚注册仪式 而使老板杨寿成为最尊敬的长辈的阿娇 可以请老板做证婚人 并和老公向老板敬查老板杨寿成开心客 涉女续查之余 还请爱红国好好 好腾阿娇更大方派红包包了20号婚礼当晚的所有酒席 而一众姐妹好友龙祖儿蔡卓妍 郑希怡 关志斌 见证阿娇幸福十分开心 另外 是阿娇为妹妹的毛铃婚戏 喝过一对新人敬茶后 也送上金首饰给阿娇做嫁妆 阿娇签字注册结婚细节曝光仪式 在将近五点开始二人宣读完诗词 便交换结婚戒指 之后便情深一吻期间 祖儿大叫 好呀 亲不点亲不够好 亲吻后就开始签字仪式 杨寿成吉兰洪国父亲 分别人阿娇吉兰洪国的镇魂人 签字后四人合照猫腻华 杨生靠近一点拍照啦 杨寿成即可笑说 我怕Michael生气呀 即后一众一人齐齐起哄同阿娇讲 我舍不得你嫁养 阿娇还记 我很想你们嫁养 祖儿再讲嫁出去的水 等于泼出去的女儿 抱出金句聪明的阿嫂就立刻回答 是不是讲错啊 好像应该是嫁出去的女儿 等于泼出去的水呀 全场即刻大笑 亲自仪式完结后 一对新人同亲友拍到合照随后 众人一时室内 向长辈侦查二人首先跪地向老板杨寿成侦查 并由祖儿客串大禁解饮过茶后 杨寿成就像来洪国训话 你要好好对他阿娇不好的话 你就不要来香港十分搞笑 正是容生赖太的钟心童 阿娇于18日晚上10点 和老公搭幅手电梯离场 两人大方合照 阿娇还细心地教老公 向媒体秀挥见来洪国说 多谢大家 因为同老婆正式签字成为夫妇 我真是好开心谢谢 而阿娇则说辛苦大家 知道大家占了好久 多谢大家祝福 20号见我好想哭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